1992年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为了防止其他国家业者就近设立简单的加工厂 辗转进入北美市场躲避关税 因而定定严格的原产地认定标准 这项协定对出口导向的台湾相当不利 简称台联的台湾团结联盟 2001年8月12号正式成立 当时还拥有中国国民党党籍的前总统李登辉 也到场致议 被封为台联精神领袖的李前总统表示 因为政党政治不成熟 使得政党恶斗 被有心人私心权盟所利用 让人民失望 他期待这个新政党的成立 能够发挥稳定政局的力量 2015年中国天津市滨海新区天津港 一座除放危险化学物品氢化纳的仓库 深夜两度发生大爆炸 爆炸威力分别相当于 三顿和21顿黄色炸药 加上仓库距离住宅区只有600公尺 因此造成165人遇难 8人失踪 798人受伤 方圆两公里范围内的建筑物 几乎全被炸垮 惊人的画面甚至连人造卫星都看得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Hello 大家好 我是乃鱼 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 第一个 华世新闻的脸书专页 你按赞了吗 还有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赶紧订阅起来 还要记得按赞 开启小铃铛哦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